今天是特別的節目 因為我找了一個朋友來講香港的疫症問題 我自己經常不是外出 不是太多外出 我朋友住在油尖旺區 跟大家打個招呼 這位梁先生 你好 各位聽眾朋友們好 我不是太了解香港 所以就找一個朋友來講一講 他只是住在那個框 你自己說不是疫區 但是我告訴你 很多朋友跟我講 都覺得那裡已經是疫區 其實反正是這樣講 他剛剛正正的 我講回 我其實就不是剛剛在一個 裡面 我是一個核心的外圍 核心的外圍 沒錯 不過其實認真一句 你看看地圖 你這樣看一看 其實看下去 真的給人的感覺是好像疫區 因為 其實那些地方我講講有什麼地方 他就是深水埗的玩具街 高登電腦城 還有北河街 明哥那邊 我以前的生意金之龍其實都在那裡 就是太子啊 什麼啊 深水埗買玩具 賣電腦那些 其實香港差不多全部男仔 大部分都會去的 其實去男人的地方 那些真的男人的地方 鴨寮街 高登 我以為是玩具街 跟著 基層 很基層的地方 全部都挖在一個 所謂 液區 液區 是不是液區呢 其實 在觀感上 我們看下去 真的很像液區 大家 我們眼看下去 這樣做什麼 要挖住 那裡是否很高危 但是很恐怖 我看新聞 就說 他 頭十幾 是不是頭三十分鐘 已經是 檢驗到 有一個人 是情陽性反應 好像 我聽回來 聽回來 就是說 他 第一個小時 第一個小時 你知道 那裡那個球場 就變了那個 吐口水 檢疫站 這樣 那 就是 很成功 第一個小時 已經找到了 找到人 找到人 那其實 我真的 雖然在核心的外圍 但是 距離那個 檢疫站都比較近 經常都走 就是看著 可以這樣說 你走過都會看得到 那 其實你是不是覺得 應該跨過來 跨不跨過來 我沒什麼所謂 其實問心一句 一階之隔 是不是 那 就是 可能他不知道 這個跨是有 神功護體 或者金鐘罩 那 可能那些細菌 就會罩在裡面 不會走出來 那我們一階之隔 這樣就可能沒事 是啊 今天的topic 其實就是想說 喂 你現在香港政府 做了那些防疫措施 真是 不知道怎樣 那 就是一階之隔 跨了 梁先生都說不介意 不過 喂 現在算怎樣 還有現在好像說 這個 經常說那些 紅梅 紅梅那個標題都這樣說 政府又跪低 復辦連銷花市 檔位減半 靠科技監測人流 哇 他現在被人走花市 這麼活該 他這個厲害 真的 傳說中的 彈出又彈入 喂 好恐怖 你走得花市 你被人這樣大規模聚集 那你那些食肆 為甚麼要刪呢 是 其實這件事情 大家都明白的 其實 好像那些花龍說 你看那些新聞 那些花龍都在那裡說 喂 你一是就搞 一是你就不要搞 不要搞到天一半 就一半 就是又說要九點後 晚上九點後 又說要收檔 那人流減半 那你其實搞來做甚麼 就是 其實那些細菌一樣 不會因為你幾點 關它才走出來 那我覺得 做這些事情 是不是真的 多餘 有些搞笑 不是啊 這樣搞到呢 我就是覺得 你給它開不重要的 就是我不知道 怎樣才叫做公平 有些之前就研究過 就說在屋邨附近擺 但是呢 我覺得 你搞得花市 背脊貼背脊的 就是這樣整個防疫 由開始做到現在 整件事是很假 很虛偽 可以這樣說 是不是 喂 還有呢 你很多店鋪是被它搞到倒閉 因為你六點之後 你是不給你糖吃的 那你那些是甚麼 很無辜的 其實你可以這樣說的 你由它 由它這一年 剛剛過去的這一年的防疫政策 大家可以看到 它那種手段 或者手法 是非常之不理解的 就是 就是好像 你正如區區這個 連銷花市這個 這件事 既然又彈出 又彈入 又彈出 又彈入 就是要是搞了 要是就不要搞了 你又不要攪拌 它又一跟你玩這東西 就攪拌 你看一下 我身處這個油尖旺區 每天都見的 那些店鋪 一到晚上 那條街 我沒見過尼敦道這麼安靜 是啊 沒有的 死光了 這些不關事的 你可能說了旅遊業的那些 但我就是覺得 你這樣說本地 你飲食業的那些 其實是好難無辜的 你既然花市這樣開得 你玩什麼假防疫 即六點後禁堂食 那你六點前 你個個都在堂食 你之後 是不是 你之後其實沒有關係 其實是這樣說 其實禁不禁堂食 你禁不禁堂食 也好 或者禁不禁什麼活動 你的目的都是不想人流 罪責 人是罪責 是啊 人始終都是會生活的 對吧 那你不可能 好像一副機器那樣 開工 收工 然後睡覺 抹眼又越 現在的生活似是這樣的 周而伏似 我經常都覺得 現在全香港人一起玩坐牢 這個遊戲 每天起床 抹眼就分工 然後 沒得出街 沒娛樂 沒消遣 然後就回家 完全什麼都沒有 沒有 健身室又沒有 你想扮靚又沒有 看電影又沒有 真的什麼都沒有 吃過飯又沒有 吃過飯又沒有 你放了工之後 六點後 我有個朋友是中產 他說你現在和坐牢是沒有分別的 基本上 全民坐牢 現在我們一起 除了全民抗疫之外 我們在玩一個遊戲 好像全民坐牢 其實很慘的 你做食肆的 怎麼預約呢 是不是 之前又說可以放到去九點十點 轉個頭禮手兩個月後 又和你玩六點 我是老闆 不如收拾他 其實已經很多收拾了 排著隊收拾 其實捱下去 我相信是 真的為一口氣 大家都是 不是 你製了很多工具 當然是明白 你飲食業 你製了這麼多工具 你有個心機 一手一腳打了食譜出來 然後賣東西 你很多東西全部都是心機 政府一個麻煩你 他壞不要緊 你防疫的東西 可能大家這些叫什麼 就是天運 走到這一點 你是要這樣的 但是你無辜 你那些花市 你照給他開 你整件事根本是一樣 如果你問我公平來計 你禁得那些 你那些都不應該被人聚集 但是這樣說 你激安殿堂也好 你那個什麼 看樓那些也好 也是這樣 逼到物質質 其實基本上 我就覺得 是飲食業好無辜 真的好無辜 白白執 白白虧錢 你政府一定要搞些 什麼下去 就是賠償 其實不要說賠償 其實很多人都說 你抗疫 大家在這裡 但是每天都要逼地鐵 逼巴士 逼上班 逼下班 其實你都是一樣的 你怎樣禁 要不就全部停產 全部休息 是不是 那又不行 又不行 好了 既然這樣 政府是不是應該想 一些比較正常的方法呢 其實這個彈出彈入的花市 我相信 大家都是笑話 有另一單笑話來的 那種心態 東樹街球場 沒錯 我那個心態 就是過年 尤其是我們那邊 近花區 周圍各個都 洞了一些桔 一些花 就是 你想 球場應該好像年宵 很多東西賣 開始有很多花 放在這裡 開始賣 現在不是 變成了檢疫區 你那種感覺像什麼呢 像看電影 那些 愛國那些 生化 像 全部玩了生化 你那個人 還有 末日天劫 那些 沒錯 這些要帶走 明日之後的老友 但其實這件事 很搞笑 現在八、九千個確診 出彈都是七千幾個 這件事好像 一味靠客 你不要說到好像 伊波拉那樣才行 你現在 你這隻東西根本 死亡率是 2點多 都重要是老人家 才會出事 我可以這樣說 網上大家都這樣說 不驗就沒有數字 對不對 是啊 其實你可以零的 零確診 大家不要驗就行 這樣也不行 當然 純粹說笑 這件事 經過大爆發 其實都是那一句的 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 這麼高殺傷力 看數字上 就真的好像 又普通了些 是啊 大家是不是要這麼害怕呢 當然我們要防範 但是 去到這一刻 大家很勤力去做這件事 但是同時間 這個政府又很勤力 給我們一些 歡愉 這樣其實 真的很累 這個人 真的很累 百業蕭條 是啊 大家有什麼都做不到 想做些事 做不到 你看一下每個星期 周末假期 大家去做什麼 就去摘營 那這些周末 我覺得 那些人 你說做生意 就不讓他們開 飲食 可能做一半 做到六點後 他們都要做外賣 但是很多行業 真的開不了 例如那些健身室 美容那些 以我所知 現在那些沒有工作 全職去炒股 股票 不要這樣說 剛剛今天 這個行指 上山三萬點了 好厲害 所以 我告訴你 為什麼呢 我之前一直在說 印度神童那些 經常說要爆煲爆煲 當然是 捉了一股錢 上去再割韭菜 當然 現在是相似的 你看個衰向 沒辦法 大家真的 像你說的 沒什麼做 那些錢人不知道走去哪裡 那大家一起玩 Facebook 每個人都說沒什麼做 然後呢 我Facebook看 今天那些股票又賺了多少 自己在我心想 你現在賺而已 又一波 告訴你 是呀 是呀 純粹說 我們現在的股市 早前又說 創新高 廣交所 騰訊 又說歷史高 是啊 基本上很危險 好厲害 究竟是否在玩音樂儀 還是在接火棒 沒有人知道 因為真的 大家沒什麼好做 真的 這個時候 大家的錢 不知道怎樣留 不如玩一下股票 投資一下好不好 那 北水 所謂的大陸的北水 北水 崩下來 現在吹到好行 又說錢 一下子崩下來 肯定是收割的 我告訴你 大家 看看大家做韭菜 還是收割者 是的 我覺得現在這個時勢 你知道政府這麼玩 你股市又這麼波動 一動不如一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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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去移動 你以為是機會 打算坐順風車 死了 這輛順風車 很危險 這輛是不是三輪 已經沒什麼做了 那些人還要去炒股票 你不死嗎 對 可能大家都 要不就坐在家等死 還要死 不如碰死 我也是打算 連那些積蓄都沒有了 所以我勸大家一句 你聽我的節目 你自己想 我聽這麼多的預言 都說 今年其實還沒玩完 你想想去年那些人的經濟 其實很多都是在家裡蹲蹲 那些全部都是抱 我覺得是 是 其實這個時候 有供返的 繼續有供返 沒什麼做的 繼續是沒什麼做 那 沒有說死不死的 人還是繼續生存下去的 但是 生存得開心 只是乞衣一點 沒錯 可能他本身真的有點閒錢 那繼續扔錢下去玩一下 當一個投資 那就是那句 市場上 價格很波幅 大家都是小心為上 小心點 好了 今天的時間是這麼多 我們多謝梁先生 好了 拜拜